那么接下来呢 我想请教Peter的问题 是我们这个电商的发展 可以说是让我们啊 这个人不用动了 不用走动了 然后呢 这个我们的货物啊 就到我们的跟前了嘛 天天看着收包裹啊 但是我们很好奇呢 我们没动啊 这个货物是怎么动的啊 然后我们没有脚 但是我们有脚不走 他们没脚怎么走的 那么给我们来分享一下 这物流啊 它整个它是怎么样发展起来的 还有呢 就是说你认为它有什么挑战 好谢谢 给写了作曲 谢谢 这很有意思 咱们现在的现代社会 大家做出乎 反而能够 很方便的 进行各种 社交经纪合同 特别是网上货物 大家动动 动动手指头 东西就 到了自己的 到了自己的家门口 越来越便利 然后这里头的最大的 最大的作用 支撑和工程 是电商物流 物流 简而言之 是对这个整体实体货物的一种处理 储存 运输 和最后的回流 形成完成的派送和退回 在传统的贸易当中 刚才我也提到了 物流 传统的贸易当中 物流是一个必须的手段 因为是大宗货物 在传统的进出口贸易当中 国际运输是一个必要的环节 和必须的环节和手段方式来完成交易 在宽建电商当中 就形成了宽建电商物流 这个物流来自于传统的物流 但同时又是对传统物流的一种改变 升级 甚至是有些颠覆 传统的物流是 整批货 整柜货 整船货 整柜货 整包机的货 整托盘的货 整机队 空印集装箱的货运过来 这是海空印 传统的空印 那当然了 世界是这个主要由大洋组成 因此国际运输以海运为 特别是因为海运 也是成本第一 第二个 它的这个效益 对各方来说都是最好的 在电商物流中 经历了这几个发展阶段 一个呢 电商是最短 从包裹开始 像你讲的 你说的都是包裹 大家依赖的是邮局 还有那些快递公司 国际的大牌 Fedex UPS 中国的这个 四通一达 现在它们又改变 顺风 这些 都是因缘而生的 以电商 物流为 主要业务 内容的 这个快递公司 当然了 这个Fedex UPS 是从传统方面来说的 像顺风 四通一达以电商为发的 直播四通一达是以 中国的四通一达 这些快递公司 是以国内电商 而不是快递电商 那快递电商 起最大作用的 包括还是世界那几大家 当然现在有些 一些新生力量 包括DHL 老牌 还有TNT 现在的中国的顺风 这些都是 电商物流的这个 获取之秀 在这个这个行业里 那电商物流的特点 变化呢 从包裹 现在呢又走回去了 又走回集合化 为什么呢 如果每次我们 只是单独发运包裹的话 作为跨境电商来讲 它的成本很高 所以说我们讲 像以前刚才提到的 跨境电商 以中国出口为主 中国的卖家为主 以欧美 欧美日 在欧美日 这个买家为主 那如果从当初的 快递 高成本 到后来的 这个改进 或者低成本 你怎么样能享受到呢 它是在物流上 做了一些 升级和换代 还有不断的 这个自我完善 因此呢 这个电商物流 从原来的包裹 后来又回到了集成 这样呢 它运输成本给低 回到了集成 然后呢 从集成呢 再到做 last mile的 拍送 这样呢 就解决了一个 成本的问题 第二个又解决了 最后的客户体验 last mile的 拍送 服务质量 和效率的问题 因此呢 电商物流是从伞到河 这么一个过程 这个伞到河中间 起一个最大的作用的 就是海外舱的设立 电商物流 从海外舱的角度来讲呢 是有 这些大型的卖家 在海外设舱 又叫海外舱 大型的厂家 卖家在海外设舱 但是呢 更多的是 第三方 这两种海外舱的设立的方式呢 各有特点 各有自己的 长处和短处 从整体来讲呢 我觉得他们是 可以并成的 因为适应了不同的 这个需求 大型的 大型的电商 现在都在海外设舱 这个 大家知道的 亚马逊这个 前面的大型电商 都在美国的 东西岸 跟着仓库 甚至现在越做越多 越做越大 完全是一种 通过资本 来推动的 这种 投入 因为电商 大家都知道 电商在去年 疫情 这种 疫情的爆发 电商也随着 跟着爆 第二次上一个大型 这样的很多人 打算说 做电商的都 碰到好时候 发了财 的确 很多电商企业 现在都在 很快的时间上市 和向海外做 横向扩张 和纵深扩张 其中一个扩张 就是在海外设舱 这是大型电商的 做法 另外呢 在资本的 这个大环节 和资本的影响下 很多企业 物流企业 转向做 跨型电商 这样呢 他们 也是需要在海外 设舱 大卫公司呢 我们本来是一个 传统的 这些 你可能也了解一些 我们是个传统的 像你刚才介绍的那样 我是个传统的 美国保管行 国际货贷公司 这个 电商的服务商 加上仓所 配送的服务商 另外 进出口贸易的 代理商 代理服务商 在这里 还有一个一块 是供应点金融 那在这一块呢 我们应运这个 跟着这个电商 业务作用 这个重点发展的方向 想跟这个伊心他们 刚才提到的合作 这样开始 我们积极的投入了 跨型电商的 这个行业的发展 但是我们还是做 我们的老本行 还是做我们的 部份 我们为了 吸引这个发展 大卫公司 做了很多改变和升级 也做了很大的扩张 其中最大的扩张 也就是 我们下面的一个 新的集团企业 叫 Grand Channel 这叫大运和 集团 准确的讲 叫大运和仓主集团 这大运和仓主集团 我大概做的 简单的介绍 简单介绍 就是大运和仓主集团 是由大卫和 三家 我们同行 来共同投资建立的 大卫是在里面 提到一个 一个骨干 和一个 其中的一个主导 作用 原因呢 是我们在这方面的 投入比较大 而且所参与的 经营管理比较多 大运和仓主集团 我们现在是由 除了大卫公司 作为美国包管行 还有一家 是这个 普通 普通川斯 普通川斯 是做 中美之间的 国际运数 会主的 还有 叫做 Prime Agency 它是 做 把中国货物 到美国落地 服务为主的 这样的企业 另外我们还有 这个很小的 这个股份 来自于 来自于专门经营 电商仓口 传统仓口 电商仓口的 这个企业 他们在深圳 也在美国 就有仓口 所以从运输量来讲 如果 我前面 稍微统计了一下 也吓了我一跳 就是我们这个集团里面 光是这个运输量 运输量和转单量 达到了 将近20万的 海运 TU的量 这个数量 在中美之间 我想应该能 排到前十万 这个大概的运输量 这个一个基本概念 这个 有这么大的运输量 由作为大卫这样的 最早的华人 这大陆来的华人 企业在美国 看的报关 所以说 报关 运输量 再加起来 再加上我们现在 发展 大家一起拓展 这个仓库 群系统 就基本形成了 进出口的代理 报关 运输 以及仓储 服务 这个生态 在这个生态下 这个生态 就可以去 适应 这个电商的发展 当然了 我们还有一些 具体的 升级 无论是 报关上的升级 报关上 我们专门开辟了 为报关 电商报关的 这样的一些项目 比如说 Section 321 Type 86 这些电商快递 报关 另外呢 我们还为此设立了 保税库 也在做 这个CFS 这个集装箱 集散站 在这些 跟海关直接 深入 这种互动的 这些 设施 和这个 我们的仓库 这样的极大的 方便了 从物质上 就 设备上 方便了 我们的这个 进出口的操作 和介绍的操作 如果有时间的话 我可以 大概的 介绍一下 大家以后 这几个仓库 我们在 在这个半年之内 我们一下 开辟了六个仓库 而且第七个仓库 也在建设当中 希望我们以后 再有机会 就请PG来 继续分享一下 大运河 我真的很佩服他们 这个大V这个名字 已经起得很好了 又出一个大运河 我曾经去过巴拿马 我还真的 就在那巴拿马运河 我还真的见过 它是怎么 怎么 那个船 是怎么进出的 这个大运河这个名字 让人一听 就想到了 气势宏大的 这种运输团队 那么我们 了解到了 人在足不出户的情况下 我们的包裹 怎么样日行千里了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这边有一个问题 先请教一下 那最近呢 有一个news出来了 说这个Amazon 在这个中国呢 有这个关闭的 这个平台关闭的 这样的一个news 我不知道 这个对咱们这个电商啊 对这个物流整个 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当然对Amazon股价影响 咱今天就不谈了 对 咱们不谈财经 大家谈个财物流 今天是 最近发生了一些大事情了 国际行业系统 国际行业这个行业 和这个 这个 国际行业行业 以及这个电商物流 电商这行业 都发生一些大事情 关于亚马逊 关店这个事情呢 就像我前面讲的 提到的 这是 不只是一个 政治或者是经济的 这种 两国的这种 这种一种摩擦 我觉得在这件事上 纯粹是一个文化 和商业操作的 冲突或者变化 所以说如果我们 这么讲吧 当 中国的电商发展到 这么大的时候 就是鱼龙混杂 在发展到 在刚才我讲的 一个副产品 就会有些把 国内的一些习惯 带到这边来 主要发生的 主要是合规的部分 和这个 规范操作的部分 这样呢 产生了这些 亚马逊对于中国的 一些重要的 这个 卖主 那商业价 关键的情况 最后 我先讲 我们物流的部分 我觉得这一块呢 当时想一清点评 去更好 因为他是研究 这个 他本身是电商品牌 最终的电商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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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呢 他又是研究 这个品牌的 比如 研究这个电商 已经操作 合规的 我想他的间谍 一定比我们深 我这里从物流的感觉 就是两件事 第一下我们突然爆仓了 爆仓 这个爆仓本来是忘记 就爆仓 那现在呢 很多亚马逊的仓库呢 亚马逊是个 最大的物流企业 他的仓库 把这些店给关了之后呢 他们的货地进不去 进不去 就要退回到 这个第三方仓库市场 退回到自己仓库市场 这样子会造成 整个的 东西岸的主要的 电商物仓 就造成爆仓 造成我们的 也是一阵混乱吧 这样不但影响了 我们的这个正常的计划 同时呢 也影响我们的 传统的这个专业仓 和传统的这个 海外仓的这个运运 现在我们 你看 我们也很幸运 我们这半年 增加了五个仓 但是呢 我们现在的仓位 除了亚特兰大 是新开的 还没有爆 其他的地方 全都是爆仓了 这个现象呢 影响比较大 但是呢 我想是一个痛苦 但是很快就会过去 就花几个月 多长时间 去看 咱们中国人的智慧 和理论能力了 这方面呢 我觉得 已经比我看得更真 好 已经点将了 好的 好的 那我就 我就来了 就是 我觉得Peter的分析很深刻 我一如既往的就见走偏锋 Peter是代表的是唐唐真正 我是首证出奇 我首先说一下 我觉得亚马逊这件事呢 对物流行业没有任何影响 就是我一说 中国大卖家被封这件事 对物流行业没有任何的影响 因为 我说一句很尖酸刻薄的话 这些大卖家在亚马逊上的地位 根本就无足轻重 它只是亚马逊这个帝国货架上面 那些货背后的一个品牌名字 我们在中国给它贴金 叫什么大卖家 什么大品牌商 其实根本就不是 因为亚马逊是个货架式的电商 就是70%的美国消费者 在亚马逊去买东西的时候 搜索的是产品的名字 而不是品牌的名字 也就是说消费者并不在乎 这些大卖家的品牌是什么 他们也没有知名度 消费者搜索的是 具体我要买什么东西 比如我要买一个蓝牙耳机 或者我要买一个充电宝 那么所以呢 首先我想说的是 大卖家在亚马逊上下架这件事 对亚马逊丝毫不重要 对美国买家也不重要 只是对中国这种 大卖家这个行业本身很重要 那么对于物流没有任何影响 因为物流是血管 那么至于说 这一批血液被淘汰 换了一批新鲜血液 那最后都得还要需要依靠向大V 这样优秀企业来提供服务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当我们谈到说 亚马逊大卖家这件事 是怎么产生的 在我看来 这有一个深层次元 用一句话来形容 就是中国很多电商玩家 在海外拓展业务 它往往是善于 合理的利用灰色地带 而很多规范的欧美企业 在海外做业务的时候 它是善于 合理的规避 灰色地带 所以各位听到了 一个是善于合理的利用灰色地带 一个是善于合理的规避灰色地带 它就必然会造成不同的结果 那么不同结果就是 很多欧美的企业会专注于打造 长期的核心竞争力 尽量去规避灰色地带 而我们很多中国电商的卖家呢 它会利用规则的漏洞 和利用一些 我们的一些理解 去把这个灰色地带去变现 各位看到亚马逊上的这个事件 本质就是一些大卖家 一如既往的去合理的利用 一些灰色地带 最后反过来呢 在平台的规则面前 吃了大亏 我认为 我们就 我认为中国呢 在品牌出海 和未来全球化当中 如果我们这种小农的心态不改 如果我们总是满足于 把这种合理的利用灰色地带 当做智慧 当做聪明的话 那最后结果只能是 搬着石头砸自己的脚 甚至是搬着石头砸自己的脑袋 好 谢谢 好 非常感谢益青 这个其实我们聪明的买家 现在我们买东西的时候 上网search 就直接search你要买的东西 你就会看到除Amazon之外 其他的option 当然很多是Amazon呢 它有很多别的方便 如果你是Prime 这个membership的快了等等 但是呢 有些东西呢 可能你在别的地方也能找到很好的deal 这是消费者的一点点体会 好 那么我请教一下Peter 这个海运运力 现在有存在一些危机是吗 那这个对电商是有什么冲击吗 这个新闻上如果关注的话 大家都注意到了 这个最近海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海运这个线路主要是造成了运价的高涨 现在运价如果大家对这行业不太了解 我就举个例子吧 如果去年这个时候 或者前年这个时候 从中国的基本港 无论是深圳 上海 宁波 新岛 还是新港 天地新港 出来的货物大概都是一千多美元一个大贵 一千多美元一个大贵 给你库存的货物了 从一千二百块钱到一千二百块钱 那现在今年的数字 大家都不可以相信 我不知道你可以猜一下 大概一般的涨价能涨多少 你以前也做过贸易 你对这个运费觉得要涨价会涨多少吗 如果说涨个5% 可能是可以承受的吧 因为国际贸易的利润 只有百分之几到百分之几十 那我就告诉你 如果涨了百分之五百 百分之一千 在这个一年之内 你怎么样承受 那承受不了了 所以说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海运费 从一千多美元涨到了一万多美元 到这个月的价钱应该是一万三四 就是上七月份的价钱到一万三四 而且是每天都在变化 这样的你做一个货柜 海运货柜的货物平均的价值 只有三五万美元 当一个货柜的海运费 从它的原来的比例一千多美元 涨到一万多美元的时候 这个价格 这个产品的成本结构 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因此呢 影响的 影响巨大 简要来说吧 一些小的和这个基础部 财力不足的和基础不足的 这些卖家和商家会因此消失或垮下去 一些虽然比较大的 但是靠 纯粹靠运输量来解决的 这样的商家也会受到最大的冲击 这样通过运费这样 我想吧 因为运费涨债里就是这半年多的事情 再过几个月就会有更明显的 召唤出现 就会淘汰一些卖家 这个运费不只是对于 传统的贸易上 金属上影响很大 对于我们这个电商 影响是更是巨大的 传统的贸易 大家我不知道注意到没有 我昨天听一个朋友讲 他们到Ross for Less 这些地方去买东西 说货架上很多产品都没有了 大家生活中可能也经历到 最近的车子涨价 汽车涨价 提不到货 二手车涨价 暴涨 以前大家卖过二手车 都是头层的事 现在卖二手车 都是一个很爽的事 因为不但可以容易卖掉 而且还可以涨价 这是因为芯片的问题 但是呢 很多这些生活用品 现在开始缺了 是因为运费涨价 大家想想 一个集装箱的家具 一个集装箱的鞋帽 一个集装箱的这种 家庭用品 Kitchenwarehouse 这些items 这些东西 它价值都不很高 因此能运费这个涨价 直接造成 精确的我们的通货膨胀 造成小商家去货 造成我们的运力大行 大幅减少 这个运力减少的 肯定大家都问这问题 怎么会突然 突然这个 家庭涨得这么快 也是长话软说 两个方面也有 第一个万额支援 疫情 对吧 疫情造成 造成这个 船员 海员 港口的紧缩 这些港口的工会也好 美国的港口工会也好 他们少有的问题 就肯定就不干活了 对吧 而且咱们这个 新政府 对 对这个失业 补贴 都是比较积极的发钱 印钱 那大家也 也不愿意干活了 就是低薪水的 中级薪水的 不愿意干活了 现在企业招人也比较难 那在港口企业这些呢 它虽然不是低薪水 但是它是工会 这些它就 只要有一点问题 它就会不动 那你也会说 那中国的人很勤劳 对吧 很 不会因为 有钱就会赚 不会不做 那正好 中国呢 是钱会想赚 那政治 那又很薄弱 政治上 我说民众在政治上 这个这方面比较薄弱 那政府说 封就封 不但是封你的小区 封这个航线 封这个港口作业 这是中国政府的 这个 这个一些动作 就是一道歉 中国是在政治上 搞得比较左 美国是在 这个 这个福利上 搞得比较社会主义化 所以说 这个两天都是搞社会主义 造成了 这个航线 运力的紧缺 运费的增加 船公司呢 也是 既是受害者 但更也是受益者 船公司从来享受 从来没享受过 这么好的红利 这么大的 这个利润 现在 航运股票 航运这个指数 都是飙升 所以说 这个航运 是 的利润 得到化的 但是运力 没有化的 最后 我想大家会问 这个什么时候 可以解决 我们的所有的客人 都在天天都是在问我 这个事情状况 怎么解决 我们都货进不来 运费这么飙涨 怎么解决 这些问题 什么时候可以解决 怎么解决 我不知道 这类各方的 这个是博弈 和这个 这个政治环境 还要加上 给疫情的 这个变化 至于时间呢 我觉得 怎么对中国 春节以后 才可能有发展 从船公 船公来讲呢 只要他能保证 他自己的 这个盈利高 他不会有 太大的动力 去增加新船 去增加新的航件 尽管是在去做 作为这个市场来说呢 现在 会有一个淘汰的过程 资金大的 实力大的 他还会撑下去 他还有一些大的 也想借着这机会 不是一定故意的 把这小子 给挤下去 这个就是 目前的一个状况 这种混乱状况 所以说我每天都接着 不同客人的电话 打电话 来问我这件事 我只能说 不能说消音故造吧 就是借机赖人 咱们等着明年春节 希望明年春暖花开的时候 能够有个解决方案 好 那下次航运股票 再有几幅 我先问问你 内部怎么回事 那么可以说 疫情其实给我们 带了很多 trouble 但是我们这个线上的疫情 给我们解决了很多问题 疑问 好 那么现在呢 又有一个这个网友 就是提的一个问题 疫情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 这个问题 这个他说 你可能在分享的过程中 刚才呢 有一个提到过 一个什么 一百亿 是吧 这个网友的问题是说 最后一百亿的是哪个公司 对 这个叫做 Shein S-H-E-I-N 一家 总部位于中国南京的一家 中国新兴的跨离电商公司 S-H-E-I-N 对 就是 好的 他在Shein 好的 非常感谢 好 那么今天我们的时间呢 也是飞适 那么两位精彩嘉宾的分享之下呢 这个时间跑得很快 那么我们呢就到这里呢 就跟大家告一个段落 那么我们再一次感谢 两位 那么也预告一下呢 财经之库的下一期的活动 是在八月底的最后一个星期六 那么您希望你呢 今天你在线上呢 subscribe我们财经之库的这个YouTube频道 那么你可以看到我们以往的 包括两位嘉宾在内的 Peter和一青在内的 我们以往的一些座谈 也包括以后我们除了这个现场直播活动之外的 我们有一些访谈节目 预录的访谈节目 也包括有两位嘉宾的一些分享 那么我们下一次的活动是在八月最后一个礼拜六的下午 请大家subscribe我们的YouTube频道 你就可以及时收到我们的信息 下一次的内容是关于理财方面的 也是像一青和Peter一样优秀的 我们财经之库的直播心为大家呈现的 好那么再一次感谢Peter 谢谢你的团队 好谢谢 感谢观看